大家好,这块料子不错吧? 您的翡翠认知,起结于你看了多少份料子,而不是起结于你听了多少故事 那么咱们注意看,这样的一份料子切成这样的状态 会不会觉得这种料子应该表现本来就很好,对吧? 所以切成这样的状态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咱们一会看 首先,棉油剂碗是比较重 肿水不错,肉质发黑一定是冰肿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皮壳表现 注意啊,皮壳上面这种皮壳 你换句话说,没切之前 当你看到这样的皮壳,您感兴趣吗? 您会购买吗? 先问一问自己,然后再看一下 注意,咱们这样的皮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拿出来详细的分解 打灯在盐皮上没有什么肿水表现 唯一有表现的地方是一个断口 那么咱们一会看一下 断口的位置又给我们带来多少的信息呢? 注意啊,右上角看到没? 这有个断口 不知道有的朋友是否能看得出来 打灯在断口的地方能看到一个糯种 注意啊,最多只是一个糯种表现 水头长度有糯种 那么切进去以后 再差应该是个糯 好一点可能是个冰 对吧,那么硬气正常一点 那可能是个糯化 所以呢,12公斤的料子 切成什么样 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再结合它皮壳表现 以及切开的状态 这块料子说它长了 不为过吧 好了,那么视频的最后 还是那句话 视频时间比较短 详细的一些知识 我直播的时候 会把这些照片 详细的给大家分解 点出来,画出来 哪些地方好 哪些地方差 啊